来等一下让我把皮套打开 好了好了大家晚上好 有声音吗 有种被炸了几个小时的感觉 合理的 因为我这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在看书 原本是想今天把战国木木合战 最后一部分全部读完的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赶上 好确认一下现在什么情况 好吧 刚才应该是因为又是跟之前一次出现的一样的情况 我刚刚那个开直播间到我推流之间 可能隔了接近五分钟 然后他就判定我没有上播 所以就自动关了 今天晚上的安排是 今天晚上读的部分算是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今天晚上是我们稍微开头聊会天 然后之后开始读书 今天晚上读的这部分是关于明治维新之后 新政府日本的军事建设 包括军事学院制度相关的军事改革制度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军事电信系统 算是比较有意思的内容 也都是干货和硬货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剩的部分是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我们之后可能下一次直播 不出意外的话是星期二 然后再读一遍 就把这整本书给读完了 这ISC怕是要封到天荒地老 有可能啊 我不好说 野门内战的话 明天应该能上线吧 不出意外的话 因为野门内战的第一期已经录完了 只是看是明天上线还是后天上线的问题 要取决于视频制作的进度 下一本读什么 下一本准备回去 把现代俄军体系给读完 然后现代俄军体系读完之后 关于下一本我考虑一下 因为之前是准备读一本两级战争相关的书 但是后来决定改一改 就是考虑到现在正火的话题 我决定去读另外一本书 就是内战以来的美国生活水平研究 就是美国人到底吃的怎么样 吃的究竟是好还是坏 以及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以一个什么曲线发展的 那本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内战以来的美国生活水平 我是说了 先读完现代俄军 然后之后是这一本的 因为那本书我以前看过 然后当时就感觉其实挺有意思的 哪里有一美元星巴克 我也要喝一美元星巴克 哪里有哪里有 怎么看待国际形势法庭通计普京 就ICC这个啊 ICC这个当初上学学的时候 就大家都调侃ICC ICC一直以来只敢抓非洲军阀 只敢抓非洲军阀和一些巴尔干军阀 就好 这回ICC终于整了个大火 强烈建议他们立刻飞往莫斯科 马上抓捕普京 主要都是抓些非洲军阀和巴尔干军阀 就经历ICC终于现在尝出了一口气 我们敢通计普京整个大火 快立刻马上 某个狂喝水的人 卡拉基奇是吧 感谢观众萌萌达宅方开通见长 谢谢 所以为啥要读那本美国内战以来生活水平书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确实很有意思 就是它实际上从很多层面 它揭露了一些就是 现代社会究竟对于生活水平 人的生活水平有哪些变化 它带来了哪些不同 其中很多是一系列的要素 科技 生活水平 消费 然后包括人的行为习惯所带来的改变 那本书我觉得好就好在 它比较系统性的解答了几个问题 就是包括 美国人在二战前后 有没有很多电影里面 看起来的那么富裕 然后包括就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就是我们一直也谈八十年代之后 里根等一系列改革等等 长期来说 美国实际上特别是很多基层的美国人 实际上生活质量是越来越糟了 那本书我觉得很大成就是 它的很多评价包括从工资层面 包括从饮食层面来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发生了什么 贫富差距是怎么对 人的包括健康层面 身体层面 饮食层面带来影响 我来找找那本书是 那本书的作者 我看一下 有关中文那本书作者 而且那本书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好 就是它基本上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 整体的生活水平在美国有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是最高的 当经济进入停滞或者下降的时候 特别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它的工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会快速下降 我来看一下 那本书在哪 这本书我不确定有没有翻译 好像上次有人跟我说这本书是翻译着的 如果有翻译版的话 可以找找中文看一下 对是罗伯特戈登的 理解现代战争可能会放到之后 理解现代战争可能会考虑放到两一之后 可能之后的几本书先是把现代俄军体系读完 然后是这本美国生活水平 然后再往后估计是两一 因为两一的话很多观众都想听 再往后是理解现代战争 对就是美国增长的起落 IGN给了生死重置十分 可还行 可还行 很期待很期待 我们来到时候看看生化4重置 应该还是好玩的 就以目前来看 它只要忠实的重新复刻当初生化4 应该是很好玩的 然后包括拥兵模式 我强烈要求拥兵模式要找回当初的感觉 当然说句老实话 现在IGN评分也就是看个乐子 说真的 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看个乐子而已 今天的IGN评分很多时候也是有点奇怪 4月会不会有扎波罗热反攻 最近乌克兰那边又有人说 以乌克兰兵力可以同时在巴赫木特和扎波罗热发动反攻 理论上有可能就是他们有可能确实最后还是决定 我要在扎波罗热发动反攻 但是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现在是属于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现在在扎波罗热发动攻击已经没有任何的突然性了 反正我是想看看今年乌克兰人到年中还能整出些什么活来 我感觉以目前局面他们很难整出什么活了 按照重置版体述 拥兵怕不是要变成急速追杀 大胆点 当年的佣兵基本上就是急速追杀 你如果看过当年大佬打生化4生化5佣兵模式 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特别是用一些性能比较好的角色 像是那个威老 威叔当初就是生化4 5靠着一手如来神掌 杀遍佣兵模式 当年就是 对对对 还有汉克当初扭脖子 当初村庄官应该汉克是第一 因为汉克那个扭脖子可以直接对电锯大妈用 随便冲锋枪打两枪头上去直接扭脖子 守阿特木是为了支持后续反攻 这个说法存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阿特木那边填人已经填得太离谱了 确实是有这个说法 之前就有说法 说守阿特木是为了为之后的反攻和集结争取时间 但是某种意义上现在已经变成为了守而守了 还会不会打得左 不好说 不好说 好像短期内目前来看似乎相关风险级别降低了 但是也不能排除乌克兰什么时候真一发点准备进去 谁知道的 马林卡现在那边不是很热闹 马林卡那边基本上还是处于不停的炸炸炸 基本上已经炸成废墟了 倒是阿弗迪弗卡那边 阿弗迪弗卡那边俄军突然在侧翼有进展 然后阿弗迪弗卡有点要变成 又变成跟巴赫木特类似的情况 短期内真的有停战的可能性吗 我会说没有 我会说没有 实际上我去年的观点就是 你到了那个阶段四五月份 你前期没法快速达成一个结果 那这个东西几乎是一定的会长期化会拖 因为对于两边来说 你可以说两边都是属于生死存亡之战 不管对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来说 它都是一个生死存亡之战的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 而且其中一方是进行高强度动员 那这仗估计还估计有的打 然后另外一方面从俄罗斯角度来说 似乎也认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宁可花时间久一点 和平提议有意义吗 和平提议当然是有意义的 一切和平提议都是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在于 未来历史书会告诉你 当时某一方提议在这个问题上 最后和平解决 至于最后有没有和平解决不重要 重点是你提了 两个人打架 不管你究竟支持哪一方 你至少提了一句 大家别打了 这本身就有意义 当然是有意义的 你得从一个长期的方面来看 你得从一个长期角度来说 特别是当一个国家 未来需要在国际上 保持一个足够体面的形象和地位 需要有话语权的时候 那么他至少得表现出相应的态度 没有明确界限的和平提议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这里说一句很难听的话 对于外人来说 没有资格提出一条明确的和平界限 这是当时冷战很多谈判失败的核心原因 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马上要讲的北野门内战 北野门内战在战争当中 当初沙特和埃及是签订了一个吉达协议的 吉达协议大概列出了一些控制范围 以及政府内部人事问题的要素 结果就变成 你在那边谈化戒和政治分配 没有涉及到野门人 你凭什么去化戒 所以恰恰就是上个世纪的经验是 从外人角度来说 你能够提的最好的就是 大家别打了 坐下来谈 谈出一个化界线 你不能外人直接冲过去说 我给你一个化界线 你按这个化界线来和平 按照最近的一个例子 就是特朗普实习所提出的 所谓的世界协议 巴以和平 他直接扔出来 确确实是库什纳 直接扔出来一个化界协议 然后巴勒斯坦直接炸了 那个协议直接胎死腹中 没有任何的意义 像现在这种打烂仗 有没有可能因为自身力量 收缩对面加码而被翻盘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看 去年赫尔松起来不是这种例子 但是哈尔科夫是比较典型的 这种案例 就是自己收缩 然后对方加码 然后至少出现了局部的翻盘 当然有可能出现 但是重点在于 就是说这种情况你能不能接受 你能不能至少接受短期的受挫 从目前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说白了 俄国人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来自叙利亚 就是他们肯定考虑了 潜在的北约干涉的情况 但是从叙利亚的经验来说 北约到最后往往就变成雷声大 一点小 到最后真正要援助的时候 他们其实拿不出手太多东西 当然了 现在也有人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乌克兰可以获得更多援助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的观点是乌克兰的本身 自身基础建设和后方受损是太严重了 以它这种规模的国家 没有办法 就是你纯靠外部援助来支撑它 那你要付出的成本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韩国兵工厂开动起来 可以爆出一万辆 就是还是那个问题 韩国兵工厂其实没有那么给力 我之前解释了 就是请注意啊 这一点我就不得不提了 在过去几年 还有一大堆人看不起韩国军工的时候 我当时一直表示 韩国军工实际上路线比日本好 但是在今天我又不得不转头过来 转头过来泼冷水 就是韩国军工的产能上限 特别是很多重装备 它其实要取决于德国那边供货端 而现在德国人那边供货端是出了问题的 你说包括KR这些坦克 实际上是要靠德国人那边供很多 包括传动在内的核心零部件的 而德国人那边自己是表示有一些零部件 他们手上都是宰不出来 而且韩国人去年实际上 他们那个军 韩国去年军购之所以赚的盆满钵满 主要是因为拿了波兰人一个大单 然后应该东欧那边好像还有其他一两个采购单 也就是这些国家把自己的武器装备送给乌克兰 然后从韩国采购 到目前为止韩国应该还没有明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弹药支援 韩国不少轻武器直接访的也不至于直接访吧 你要说主流的话像什么KEC啊KR这些也算是原创了吧 KR我看当初有美国人做过评测觉得KR还不错 除了主要问题是太重以外 我看有美国人觉得说KR还挺不错的 刚才应该是因为摄像头问题所以脑袋突然抽搐了一下 感谢观众安静的小漏逼开通见长谢谢 好奇波兰人什么时候绷不住 不好说 当初土耳其人啊 如果我们看土耳其人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 土耳其自己按大不住动手下场大概是20142015年左右 花了三年时间 我们来看波兰人这次要花多久 欧美从巴基斯坦采购弹药援助乌克兰 这个应该是确认了 之前应该是有相关的照片报道前线有使用巴基斯坦的弹药 你的五代机相比韩国五代机有个最大的问题 到了关键问题上你的发动机不能保证供应 以现在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 就美国很有可能在土耳其的五代机问题上使绊子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们计划好像是双发F414吧 应该是双发F414还是什么 我个人是不太看好 我个人觉得土耳其就是相比韩国 土耳其人被美国人卡脖子可能性非常高 是大家都用F414 就F414确实各方面反正也比较成熟 也算是非常理想 这个就非常的令人感慨 因为当初大家都觉得下一代中发的样 下一代中发的中发的就是中发最高成就应该是EF200 是EF200吧 就罗罗那个EF2000的发动机 然后现在来看极其感慨 F414满街跑200已经看不见影了 今天怎么播了这么迟 因为刚才在准备读书 土耳其对芬兰入北约 那个表示同意是不是对外全面收缩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本质上对于土耳其来说 北约内部问题除了和希腊问题以外 其他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筹码 这是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从来不认为瑞典和北约 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最后能被土耳其和匈牙利卡住 因为这两个国家核心还是他们自己愿意加 然后反对他们加入的阻力并没有那么强 你说到底也就是明确反对的 也就是匈牙利和土耳其 总有办法可以绕过去 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国家自己想要加 本质上是拦不住的 不过说真的 芬兰人 芬兰那边在干嘛 最近的七八年 我们说14年之后 瑞典国内政策明显是出了很多问题的 芬兰入北约对于圣彼得堡威胁很大 我会说也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 因为归根结底 北约不大可能在芬兰部署和驻扎大量部队 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回顾冷战历史了 在冷战时期 北约就非常明确的 挪威好像应该是北约国家吧 你如果看八成的一些教材 北约对于假设跟苏联开战 北欧怎么办 观点非常明确 没法守 北欧的驻军环境过于恶劣 补给线过于糟糕 不大可能以北欧为跳板 对俄罗斯国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很困难 驻扎一定程度的空军 用来保障侧翼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北欧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也不大 俄罗斯对此的应对 在卡利利亚那边新组建了一个摩布斯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就那边确实不是很适合打进攻战 当年苏联有可能在北欧进攻 当初是有这个认识的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整个东欧都是苏联势力范围 北欧实际上是相当不利 所以当时的教材基本上就说 虽然我们会誓死保卫北欧 但是肯定是守不住的 所以我们要教教在北欧的诸位 如何在北欧沦陷的时候 在当地有效的组织游击战 当年很多相关官方非官方教材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来教你如何在当地独自大雪山里打游击 应对苏军T55 越南的自演武代机 不是越南人有过自演武代机吗 至少我没有看到过非常明确的项目 目前来说几个比较明确的项目 除了中美俄的项目以外 最明确的有进展的项目的话 有那么几个 基本上也就是韩国土耳其 然后伊朗人突然说要把说了好几年 那个征服者313改成无人机 我的观点是他们如果造无人机还可以试试 还可以试试 我当初看到313的观点就是 那飞机太小了 就算他们真的能够弄出来 那飞机的有效载荷实在太低 航程和载弹量肯定都是悲剧 不过他们如果说搞个无人机 把目前的成本搞成无人化 然后当个侦察用 说不定还能带个 就是你实在不行非单程自杀式攻击 说不定还有点用 313那个飞机实在是太小了 欧洲人没有五代机项目 欧洲人是六代机项目 而且那个项目目前八字一撇都没有 英国人有个项目 欧洲大陆那边法国人有个项目 我觉得比较难 我之前看英国人那个项目好像拨了多少来着 拨了两亿还是多少英镑来着 反正就是拨款太小 拨款太少 那个拨款真没什么意义 最近战争之内的伤亡统计 为啥左右横跳 很正常的 就是大家都会受到压力的 尤其你看现在战争之内 那个伤亡数字被越来越广泛的引用 他们那边肯定也受到了一些压力 是吧 有人跟他说你直接把数字往下减了10万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然而他好像过去两周 我看前两天有人在群里发 过去两周又是蹭蹭涨 又是两周涨了2万左右 就你这个往下压压的没什么意义 因为现在战场烈度是非常明显的摆在那里的 感谢观众一枚道士来 我看一下 为何安娜奇这种可以明显看出问题的理论 会被大规模追捧 还是说现在安娜奇有个新形式和理论 联系到目前国内互联网现状 有些自由派是不是要变成赛博IS发展到线下 我会说发展到线下不大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看 实际上哪怕是已经成功的案例 他们也都是先有线下组织 然后再通过线上进行串联 就是目前可能唯一的例外是在美国 但是除了美国以外还没有成功的从线上走到线下的案例 多数是停留在线上 线下走到线上的案例很多 线上走到线下的案例 基本上目前可能只有 基本上只有美国那些 至于为什么吹安娜奇 这个只能说 往往在出现经济放缓 出现生活困难的时候 就会有人认为 这一切的困难都是源自于税收 都是源自于有组织 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这些束缚都不存在了 那么我应该会过得比现在好 这种想法我会说也不奇怪 因为你有些时候 你在下星期 你像包括负债的人会想 为什么要有金融系统 如果没有金融系统 我就不会有负债了 我债着都可以不用还了 然后我也不用交税了 有这种想法倒是不奇怪 下个月那个逆天动画 什么逆天动画 下个月有什么逆天的四月新翻吗 欢迎大标克二谈不上安娜奇 大标克二他那个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关于对安娜奇的定义 有些人对安娜奇的认知 就是反大政府 但是我可以有小组织 严格意义上你说 你说那个大标克二 打起那个诽谤 他就已经不能视作是 他就已经不能视作是 完全的无政府组织了 女友成百 女友成百动画画了 可爱心可爱心 看安的书说生产过剩 是因为商业欲望太强 如果没有欲望 就不会有生产过剩了 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里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读书 也要谈到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观点就类似于 日本幕府制度锁国 带来260年的和平 你可以说锁国和封闭 拒绝竞争政策 在一定时间内 可以给你带来内部稳定和和平 但它同样会导致你从长期来看 陷入一个缺乏活力和落后的状态 而这种缺乏活力和落后 同时你还有很大的国土 很大的市场的话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落后就会挨打 总会有人觉得 我来把你的国门敲开 我需要你的资源 我需要你的市场 对对对 就是那个最喜欢你的一百个女友 就是那个 就是我之所以觉得那个漫画神 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个漫画的男主 不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废柴男 这一点我很赞同 就是现在很多男主的设定就已经变成 我就原地坐着就一定会有人上来倒贴 就至少这个番的男主 这个漫画的男主在刻画上 我们且不谈这个女友成百这个问题 虽然理论上是有正当理由 但重点就是 他至少是个比较正常的人 然后还是至少想的是一个 要努力给女友带来幸福的人 好吧 而且确实很强 确实很强 就是你如果看过漫画的话 但是你如果要我说的话 就这部漫画真正神的地方就在于 就是他把这种流水现世的女主 发展到了极致 我怀疑目前老大23个还是24个 我怀疑到之后 就这个漫画如果真的真的真的 他现在100多画了 按照这个速度差不多平均6 7画一个新人 就是他最后如果真的能够画到100个 就只能说那是要封神 那他可能就变成了现代二次元圣典 涵盖了当代二次元所有的女主形象和模板 而且到目前为止 早期的几个角色依旧有很强的存在感 时不时搞出了一个什么多人 或者全体大集合回 就那个作品的画功 然后还有包括人物形象和衣着设计 就是那个的工作量非常的离谱 很惊人 露S1了吗 我看一下感觉动画可能会崩完全不能排除 好感谢朝天末的SC私信我来看一下 好再聊一下 差不多10点半开始读书了 最近看了某些书感觉大清也没有那么不堪 至少提供了秩序太低欲了 这里就是我说的一个比较搞笑的是 如果你看了很多从外国视角来看 在很多的外国视角看完 大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其实是非常有现代化潜力 处于一个真正向上的形态 然后突然暴毙 当时有很多列强认为 实际上在甲午打完之后 清廷有明显的觉醒迹象 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革 但是很明显清廷的情况就是一个 它的本身的政治组织结构 以及它的统治阶层没有办法在现代化的情况下 幸存下来 然后就崩了 但是我之前就谈过我对于清朝的观点 就是清朝作为一个古典封建帝国 其实各方面算是非常完善的 很多古典帝国出现的问题在清朝都没有出现 像是你包括宦官外戚靶权等等这些 其实清朝都基本上都很好的避免了这些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反而是这种稳定 导致在面对新时代面前 大清苟延残喘的过久了 而从一个整体历史周期来说 他活那么久不是好事 你就像我说的 日本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牧府死得很快 正因为他死得快 所以才没有出太多的问题 大清不是毁在慈禧手里 你有没有慈禧 你就算没有慈禧 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没办法 为啥牧府不请大清天兵评判 多新鲜哪 多新鲜哪 江户牧府那么多就是锁国政策 哪存在请外国人评判的 就是你要知道 哪怕到最后 牧府那帮人还是基本上认为 怎么说都不能请外国人来评判 就像我们之前读的这本书里面也谈到 法国人当时提出建议说 直接派法国顾问 甚至法国正规军来帮牧府翻盘 牧府的官员到最后都拒绝了 就是因为 好吧 一定程度上 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清朝鸦片战争案例在前 日本人看了之后痛定思痛得出结论 就是哪怕是牧府倒了都行 别让外国人进来干涉 罗曼诺夫王朝算不算比清朝好 我会说 我个人可能会说 罗曼诺夫的王朝的一个优势在于 由于跟欧洲一直都有交流 所以通过这种交流 他的在科技方面 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沙俄算是改了一些 甲午的话 大清有没有赢面 我会说很困难 因为甲午事实证明 到最后很大程度上 路战问题上 而就是严格意义上 你说大东沟就算打赢了 甲午的结局 不一定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我的观点一直是 甲午最大的问题在于 清朝之后认怂认得太离谱了 他完全可以摆出一副 你有本事就继续打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时本质上 日军其实也是强弩之末了 但是当时清朝上下 明显陷入了恐慌状态 他至少可以就是 输的不那么难看 输的代价不那么高 清法战争按照战术 角度上来说 法国人应该是没有占太大便宜的 清法战争 法国人应该是海战打赢了吧 陆上的话 应该是打的是黑旗军 实际上打的也 就是法军在陆地上 应该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清法战争 最后应该是南洋舰队被打没了 但是实际上 法国人也很难扩大战果 一战的时候 德国打到底不和谈 能不能打到莫斯科 不是 你要理解 一战的时候 德国在东线一直以来的诉求 就是停战 就是不要再和俄国人打了 对于德国人来说 甚至是东边领土 都不是特别重要的 本身德国人的思路 就是快速结束东线 所有兵力集中到西线 所以德国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 德国人没有理由 说要打到莫斯科去 没有必要 韩国好像自产 有源相控阵雷达了 说句老实话 这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成果 因为到了今天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电子产业相对发达的国家 基本上都在造 你如果要说的话 中等级别以上的军事军工产业大国 基本上都在造 你中东的话 你像以色列伊朗 都是大量生产 乃至出口 有人相控阵雷达的 所以 不过韩国人军事科研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才能造 如果是之前不能造 现在才能造的话 韩国人在某些军事领域 就是反而出奇的迟钝和落后 包括直升机产业 特别是无人机产业 然后还有包括一系列的侦查 包括光电 包括电子战产品 我之前看的韩国人自己的评估 还有美国人的评估 都认为韩国人的情报 侦查 信息收集 电子战能力 非常的差 必须需要驻韩美军支持 没钱没人产业 铺不了的大 这是一个方面吧 也跟韩国人军工的整体发展思路有关 我觉得美国这几年会不会打内战 我之前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方向 至少目前来说方向 我之前的观点是 目前的方向跟1861年内战之前 非常的接近 在关键议题上的撕裂 以及内部存在的明显 两个阵营之间的互相不信任 而且我这些观点就是 如果最后真的变成内战 其导火索和理由 可能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难以想象的或者接近陌生的理由 你说包括像是堕胎等等这一类理由 目前还谈不上内战 而且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美国民调也是 超过半数的在民调当中 认为美国在朝内战方向发展 其实不离谱 这个不离谱 如果我们想 关于刚刚有人讨论 清末的控制力肯定是越来越差 这点没有什么争议 就是我们要考虑到 堕胎作为一个性质上来说的 它是几乎跟所有人都有关联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和美国的整体的 经济社会格局是有挂钩的 因为就是我这时候 堕胎问题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影响了各州的人口比例问题 对于一部分保守州来说 他们认为通过强化 一部分人认为通过强化 禁止堕胎或者尽可能的限制堕胎 会使得一部分人更加自觉的采取避孕措施 然后这样一来 以此来减少人口的飞速增长 没有看懂什么思路 你比如说一个典型的 如果你找个特别保守的 什么deep source 你比如什么阿拉巴马这种州 他就觉得我人口少 然后我这个人口少可能到之后 包括我在我的国家级别 我的众议院议员少 我就很难受 然后那我怎么办 就是你们都保守点 你们如果对堕胎管得更严 然后更少堕胎诊所 那么女性就会更加洁身自好 当然注意还是那句话 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 女性就会更加洁身自好 然后你们相对来说 人口增长 你比如像加州这种州 就不会人口增长那么快 怎么定义美国内战 从哪些方面能看出内战打起来了 首先关于定义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我的观点是 美国内战可能会变成 如果发生的话 它的表现形式 可能更加类似于叙利亚那种内战 而不是过去的美国南北战争 阵营与阵营之间 可能不那么敬畏分明 而是分得更加松散 首先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然后之所以是这种观点的原因是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各州 州与州之间 还有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 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 而且互相之间的共同话语 包括他们的在各种政策问题上 你说包括堕胎 包括移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上 实际上他们的分歧是很大的 然后关于为什么我认为是向内战方向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真的只能说 很大程度上 这确实是一个感觉和现实交织的问题 现实角度来说就是在相关的采访 访谈当中来说 越来越多美国人觉得 美国会向内战方向发展 而关于内战这个事很大程度上是 当越来越多的人觉得 我们要打内战了 然后他们为此做准备 包括囤枪 包括囤子弹 从20年以来的枪支销售量 就大幅度增加 等等这些 这种认知本身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自应验语言 然后是其一 其二是我会说 一个很大程度上是 我们正在看到类似于1861年美国内战之前的情况 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 参议院当中两党的斗争变得越来越严重 而且在两个党当中 原本过去传统意义上 能够保持平衡的两个党 这个平衡逐渐越来越无法维持 在上一次 辉格党最后垮了 然后更加激进的共和党 取代了辉格党 这也是我说 董王上台之后 越来越变得有当年那个味道的样子 因为特朗普所代表的新一代共和党人 他们和传统旧的建制派共和党人的区别 就跟当年辉格党和共和党是差不多的一情况 所以你也可以说我某种意义上历史映射 但是我只能说这个能够映射的地方太多 以至于令人感到不安 那个在加利利搞袭击的孤狼 说是在米吉多十字路口 以色列北部说是一个相当先进和复杂的简易爆炸装置 那个东西我个人怀疑是什么 就是也有人谈过 可能是黎巴嫩本身有20万巴勒斯坦弹民 这里面许多人是支持哈马斯的 他们可能会在争主党支持 包括技术性的和战术性支持之下 从北部黎巴嫩越近进入以色列安放炸弹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的 这个事情搞得以色列最近比较风声鹤唳 他们担心是不是真主党要搞事情 然后以此作为铁证 就是以色列的外部对手正在利用以色列今天的内部问题来搞事 这个基本上是意料之中 你如果要我说的话 真主党非常清楚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效果 而且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们想让以色列人开始质疑 是不是真主党也要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从各个方面对以色列施加心理压力 而且这不是孤立事件 因为就在这次北部越境袭击之前不久 我们看到哈马斯也开始明确的支持西安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 很明显各个派系都意识到今天的以色列的内部矛盾可以进一步的利用 而且他们这个利用方法似乎就是在外部对以色列创造更大的压力 让以色列国民和政治领导层认为 他们在面对潜在的外部对手联合起来 对其进攻的一个可能性 我认为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我之前说的 核心是试图让以色列现在的领导层 为了自身的政治生涯 不惜完全抛弃国家利益进行军事盲动 这个军事盲动可能是针对西安 可能是针对袈裟 可能是针对男女班 这个LGBT没有啥战斗力必被红脖子暴杀 这个说法我之前就说过有问题 这里又不得不说了 在2020年的时候 2019 2020 很多人当时认为说红脖子掌握暴力 一旦打起来红脖子手上有枪杆子一定能打赢 我当时的观点就是未必 因为多数红脖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产阶级 LGBT实际上是一堆有钱的富二代 然后带着一堆贫穷几乎走投无路的人闹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一直是红脖子未必占便宜 而实际上2020和2021年那一波对抗 红脖子也确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这里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 LGBT这个它实际上整个政治阵营远远不止LGBT 它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更加宽泛的左翼自由派阵营 而这个自由派阵营实际上包括了军队相当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是军队高层 现在知识星球的新用户已经关了 建议是转到小额通 知识星球转小额通的程序和手段 我已经放在置顶那边了 以后相关的这个知识分享付费服务 就都转到小额通这边计划 那假设彻底撕破脸 我的观点就是 假设彻底撕破脸 红脖子的行为方式 更加有可能是退守乡村搞污宝化 当大地主那种模式 它实际上未必真的有动力 进行一个统一的 有组织武装斗争 就是类似于红脖子这样的组织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当初早期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南方一群忠于英国的保亡党 而那帮保亡党就是这样这种情况 他们在那边也有一定的兵力 有一定的民兵 但是多数时候不愿意听从英军统一指挥 他们基本上就是 我待在我自己庄园 我自己只保护自己庄园 然后实际上并没有给当时大陆军构成太大压力 就是在多数时候他们选择自保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类似于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人都说 你看我们南方人这么多人参军 那些软弱的北方佬 我们到时候一定暴杀他们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 在南北战争真正开战之前 几个最著名的暴力事件 都不是南方奴隶主搞出来的 而都是北方激进废奴主义者 像约翰布朗这帮人 直接拉着一群人 冲进南方奴隶主那边 把你全家杀了 武装解放黑奴 就都是这帮人 所以就是关于红脖子在未来潜在 就是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激烈内战 他们能不能占到便宜 我是一直保持质疑态度的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插手的程度 我觉得这一点不用怀疑 就是就算美国本土真的爆发高强度内战 各国实际上没有太好的直接插手的办法 对于各国来说最好的办法 可能是在当地寻找自己的盟友 寻找自己支持的派系 给他们提供武装情报 一定程度上经济支持 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就像当年美国内战的时候 英国人能做到的极限 其实也就是给南方走私点步枪什么的 小俄通叫什么 就叫双尾会心 我把那个发一下 我把二维码发一下 如果想订阅小俄通的话 扫这个二维码 先扫二维码 然后在这个里面加入会员 然后接着在应用商城里面下载 小俄通的APP叫做俄学习 搜索那个就好 好再聊一会准备开始读书了 稍微收下尾 美国内战会变成十几年的内战 这个是这样子 我还是那个观点 在美国内战这个问题上 我的观点也是 就是我们现在很难以预测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虽然我的观点是 有可能是在某次大选 根据过往经验 虽然也就只有那么一次 根据过往经验 内战的终极导火索 往往是和总统竞选有关 当其中一方不愿意 接受总统竞选的结果 并且做出激烈应对的时候 当年是1861 南方无法接受林肯当选 未来很有可能 也是一次类似的这样的事件 因为原本大家觉得把总统选举当作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以此来判断未来日子还能不能继续过下去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说 可能是我会说2024还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2832 36这几个是有比较大的风险 我会说应该不会是24 而且就还是我之前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拜登是存在不小的连任可能性的 虽然我现在都不好评价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会不会高估了 有可能 当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确实我研究美国内战史 然后导致我对这方面更敏感 但是会不会也正因为如此 我过分高估了可能性呢 有可能 但是我只能说看美国历史看了很多年 然后从未有什么时候 像现在这样更加接近1860 一旦内战美国是会重新拼合还是会散架 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不好说 取决于假定 首先这个大前提本身就不好说它的几率 我们需要看它具体的爆发形式 然后如果真的是内战的话 它是一个有哪些相关的阵营 这些阵营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会说就是这个东西现在谈还为时过早 为时过早 包括如果真的爆发内战 这个内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怎么样展开怎么样进行 也还需要观望 美国还有个强大敌人 不大会自行解体 但是这个就是我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讨论是内战而不是解体 就是1861年美国内战的时候 并不是没有外部威胁 1861年的时候来自 虽然跟墨西哥美墨战争已经打赢了 但是总体来说来自南边墨西哥 来自北方加拿大 以及来自外部英国对于美国的敌视 这些都是存在的 当然这些基本上不威胁到美国的主权本身 但是简单来说上一次内战的时候也有外敌 并不是没有的 南北内战哪方赢的可能大 今天如果就是你如果看现在的政治格局图划分 今天如果内战它大概率不是南北 它大概率更像是一个中部和东西两海岸这样的一个划分 内战打完后的新美国会不会很强大 请注意上一次内战打了四年 然后四年之后各种重建时期 狗屁倒灶的等等事情又花了大概十几年 然后当时美国的核心还是内战之后 除了内战那四年以外 整体处在一个非常安稳的情况 而且有一个好的基本盘 外部不存在能够根本挑战它地位的对手 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今天真的是大家都认为 二十年代我们现在处在的二十年代的十年 将会是一个关键的十年 可能是决定整个世纪未来的发展的十年 所以重点就是你只要错过这个时间段 那很多结局就定了 内战的几率不会太高 这个真未必 这个真未必 就是在这方面美国对这方面的危机感的预估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用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呢 穷人总觉得富人家那么有钱 肯定不会打起来吧 你们反正实在不行 大家都还能吃得饱饭 怎么会打起来呢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富裕人家 就是会因为分家产的问题 打得头破血流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你如果要研究他的内部问题 你只能从他的视角来看 而确实在相当有一部分的美国人来看 他们所面对的局面是一个比较绝望的局面 好了45了准备开始读书吧 我去倒杯水 回来之后开始读了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如果要细致的讨论 我们就必须去看 包括现在的美国社会现状和过去的美国内战 就是反正到了明年也是美国大选年 到那个时候 我挑两本内战相关的书来读一读 大家可能会有更深的感悟 我们现在凭空对着空气谈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我的记忆也没有深刻到 能够把内战前的每一个细节给大家复述 所以还不如我们到时候 读几本美国内战之前相关的 南北在认知和情绪上面的书 大家可能更好理解 但是这里我要举一个案例 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这本书的作者 实际上是没见过 没怎么真实见过奴隶制的 他只在南方待了一个星期 而且应该在那个庄园 实际上还没怎么实际跟奴隶接触过 他80%以上是靠虚构想象 以及和当地一些人 还都是白人的交流 写的一本书 然而就是这本书 让许多北方人认为 南方奴隶真可怜 我们一定要解放奴隶 然后就打起来了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不讲道理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19世纪小作文 好吧 关于这本小说有没有影响内战 作者应该是哈里亚特琼斯吧 就至少林肯本人跟他说 这位小小的女士推动了内战 是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是说了什么来着我忘了 但是注意林肯本人承认 这本书的作者和这本书 在北方所带来的影响力 而这本书当时在北方也确实畅销 你这是有林肯官方认证的 我觉得西方国家神仙爆炸 在这个问题上 我的观点是一不好说 二这种时候就是容易出现典型的黑天鹅事件 就是大家都觉得会出问题的 因为所有人盯着所以不会炸 要炸的都是一些大家觉得不会出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乌克兰反而是一个特例 本来你按说 一个吸引如此多国际目光和视野的事情 应该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 然而我们看到直到最后都没能达成妥协 最后直接打了起来 但实际上更多数的情况是 大家觉得应该不会打 80%都觉得没有问题 然后突然就炸了 这种情况可能才更常见一点 所以不好说 OK我去倒杯茶 然后回来我们准备开始了 好了回来了回来了 准备开始吧 确认一下现在能听到声音吗 好有OK 那么我们准备开始吧 好的 那么首先把那个关掉 然后接着我们开始把弹幕关一下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 自卫观解读日本战国木墨战役 今天这一篇读书会相对来说比较长 而且读的内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段 这一段会聚焦日本在岛墓之后 明治维新初期的军事改革和建设 而这一段里面我个人认为是讨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要素的 国军创设 明治维新带来了日本第一支中央军的诞生 邀请军事顾问并引入了法国式教育 明治维新是西方称霸世界的历史趋势的产物 松散的幕府制度 幕府和封建制度下封建领主的双重权力结构 导致日本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对西方列强要求日本向外部世界开放的要求 做出适当回应 正如幕府旧臣福帝元一郎 在他的幕府衰亡论中所说的那样 封建制度带来了260多年的和平 而同样的封建制度也摧毁了幕府 如果该国要结束其锁国状态 打开大门并加入由弱国和强国 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 他就必须迅速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并且集中其外交政策 以便能够与列强竞争 为了支持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发展国防能力 以便能够和列强竞争 务城战争之后 明治政府急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但沿袭幕藩制度的各地方藩的存在 是一个重要障碍 为了消除这个障碍 政府在1871年7月4日 进行了废藩制限的工作 这种对封建领地的废除 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中央政权的主心骨 是一支强大的军士一样 来支持其权力 中央政府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来防止全国各藩的大小领主 质疑中央权力 明治三年4月17日 这是在雾城战争胜利 平定全国后第一年 明治天皇在东京的居长野 视察了各藩的联合演习 天皇打算以此表明 自己将亲自担任全国军队总司令 接受检阅的藩兵 一共来自39个不同藩的兵团 有各种军事制度 包括9个采用法国式 13个采用英国式 11个采用荷兰式 阵容装备服装等方面 都是各藩自行决定 五花八门和国家军队 所应有的威严与统一相去甚远 1871年2月 政府用路尔岛 山口 高知三个藩 捐献的士兵 组建了由兵部清 也就是陆军部长 直接控制的 预清兵部队 6000人 这是日本中央军的首创 同年4月 决定在东山道和西海道 设立政台 7月份颁布 废藩制限的法令 8月份 解散了士族 也就是武士阶级 那么在废藩制限之后 把日本各地的武士 各藩的领主 是作为华族 然后武士 不分高低贵贱 以前有很多藩的武士 是分为多个级别 然后在那以后 把武士统一作为士族 并且解散了士族阶级 同时把志愿者 被在这里称作装兵 分配到了各个镇台 政府在一年之后 11月28日 发布征兵令 在1873年1月份颁布 整个国家被划分为六个军管区 每个军管区设立了一个镇台 陆续填补兵员配额 这六个镇台分别是 东京 仙台 明古屋 大阪 广岛 和雄本 镇台这个编制 后来被改组为师团 当时总共兵力 由14个步兵团 3个骑兵营 18个炮兵排 10个工程排 六个运输队 九个海岸炮兵队组成 和平时期 兵力为31,680人 战时兵力为46,350人 设立镇台的目的是对内 镇压草莽山贼 对外和外国形成对峙态势 镇压内乱 保卫沿海地区同时 进行对外军事准备 以俄罗斯为假定敌国 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国家军队 在这个时期 山县友鹏 西乡同道 还有其他一些 在欧洲和美国 考察军事之后 返回日本的人 加入了兵部省 也就是陆军部 促进了日本军事系统改革 1870年10月 太政官决定统一军事制度 太政官在当时 应该基本上就算是 天皇政府一把手了 然后到1885年之后 正式取消这一官职 之后就是 之后就是内阁总理 陆军采用法国式 海军采用英国式 当时的政府领导人认识到 法国人有最强大的陆军 英国人有最强的海军 在九米邦五的 米欧回来实际当中谈到 世界各国相互对质 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 有强有弱 互相牵制 但保护国家的军队 永远不可能被废除 文明国家都建立了长备军 严仓使节团 从1873年11月 至次年2月 在巴黎逗留 视察了各个地区 这是在1870年到71年 普法战争之后 发生了巴黎公社 两年以后 但是在视察之后 使节团对于 平定了叛乱公社 这个叛乱要打引号 对于平定了叛乱公社的 法国军队的信心 却没有动摇 代表团及其成员 想到拿破仑一世 并且精力充沛地参观了 圣希尔军事学院 法国陆军军营和军队医院 这些都在旅游回来实际中 有详细描述 探访者普遍参加过 勿城战争 他们冷静审视了 看到的一切情况 从江户时代结束 到明治维新 日本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 经历了欧洲花了几百年实现的武器装备的进步 和战术的改变 仿佛暴风雨一般 德川幕府当局 对这现状改到惊恶混乱 试图妥善应对 但最终无可奈何 黯然退幕 在1841年德完元训练 高岛秋帆所投下的一颗石子 唤醒了幕府当中的一部分人 以及位于日本西部的墙帆 尽管在具体应对上存在差异 但是最后 这一切所引发的连锁事件 随着明治维新之后 建立政台制度 结出了果实 尽管在此时 日本依旧落后于时代 但是已经能够对领先大国 做到忘其项背 虽然是个小笑话 但是笔者有一段非常难忘的经验 1960年代末 当时刚进入 这应该是国防大 防卫大学院 对防卫大学院 在训练期间 作者的教员指挥我 以每分钟118步速度行动 步伏为75三起 这个三起应该就是厘米的意思 一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时旧军队的人仍在服役 他们对于很多事物是描写 使用的是旧的军事术语 比如说105毫米榴弹炮 被称为10厘米榴弹炮 那么这里使用黎米是来自于法制 法国军制对于日本的影响可见一般 新的明治政府在建立新的国家军队时 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旧幕府遗产 其中之一就是自幕府时代之后 又一次的引进了法国军事顾问团 政府把旧幕府在横滨设立的法语学校 实际上这是一所陆军军官培训学校 搬到了大阪 由兵部省直接控制 让法语学校的毕业生 大多是旧幕府官员 负责京都的法式军事训练中心 也就是在河东操练所的训练 1869年 政府在大阪建立了陆军兵学寮 由法语学校和河东操练所管辖 后来兵学寮在1871年迁往东京 并且最终发展成了陆军士官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和教导队 教导队主要培养一般的士官 那么这里有必要说 日语语境当中的士官学校 其实在多数时候是指将官和卫官 而并不是指在欧美语境 或者我们常常称呼的士官 那么我们一般称呼士官 是卫官以下的各个级别 那么日本实际上这一类 应该是叫做下士官 而他们的士官是指卫官和将官 卫官 校官 将官这几个级别 1867年 幕府邀请 这之后我就把士官都翻译成军官了 方便理解 1867年 幕府邀请法国军事顾问团 对幕府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 训练幕府的步兵 炮兵和骑兵 但是这一计划 却因为当年晚些时候 大政奉还而告终 这个第一支法国军事顾问团 由19人组成 包括6名军官 12名士官和1名退役士官 1872年4月 即巴黎公社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 法国军事顾问团 第二次来到日本 这一次军事顾问团 由6名军官和10名士官组成 其中有4个人 是第一次顾问团 就已经来过的人员 还有4名已经在冰雪辽工作的人加入了顾问团 总共有20名法国军人参加了日本创建国家军队的大项目 为了改善新的国家军队组织 必须要对军事干部进行培训和补充 因此日本政府向国外派遣优秀人才 从发达国家获得知识和技能 同时开始在日本培训军事干部 这里的干部包括士官和下士官 也就是军官和士官 这样一来 国家军队的建设就从训练关键人员开始了 稍等接着是 对 在明治六年也就是明治六年应该是1873年 对应该是1873 在1873年培养士官的教导团 在1874年的陆军军官学校 以及1875年的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护山学校 全部独立建成 护山学校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 那么他们所主要所教育的是那些各个政台的军官和士官 教导包括战术在内的诸多科目统一相关的教学方法 进行教育的学校 陆军采用了法式军事制度的结果是 国家军队的制度 学校教育 新兵器的输入和普及 急速发展 包括新征务的兵员 战斗训练的内容和质量也都逐步上升 在欧美军队当中 士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法国军事顾问团20人当中 有7成都是由士官组成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在现场的直接训练当中 主要的实地实操训练都是由这些士官来进行 各个学校的教官都是来自法国军事顾问团的成员 除此之外 还有过去在法语学校所培养的旧幕府时代的传习生 由他们来担任翻译 每年来自各个政台 总共会有200人左右的军官和士官 进入护山学校 进行10个月的训练 学习包括操练 射击 战术等方面的教育 在护山学校受教育完毕的军官和士官 会回归各政台的原本部队 然后在其所属部队当中进行基本训练和战斗训练 以此把新征务的士兵锻炼为国军的精英 在西南战争期间 有一个事件可以很好的展现日本国家军队初创时期的教育训练成果 在明治十年3月25日 那么这应该是1877年 政府的冲背军 也就是冲锋队 在不知火海八代登陆 然后接着的第二天 26日开始向九州雄本进行前进 那么前进的一支部队是别动第二母团右翼分队指挥官 那么这里指挥者是旧的惠金藩 也就是过去这算是一个务府强藩的家老 山川号中校指挥 那么他所领导的部队是来自东京 明古屋 广岛 各个政台 总共五个连的部队 那么他们所收到的命令 是在4月14日下午4点左右和在雄本城本地守城的部队进行联系 山川队刚刚抵达雄本城下的时候 被误判为是叛军 受到了来自雄本城内的炮击 在此时山川非常冷静的命令手下的喇叭手开始吹奏停射谱就是要求对方停止开火 重整队伍山川本人打举着旗帜 尤如教练 尤如训练一般整齐的向雄本城开始行进 在城内的部队只是望着这一支新出现的陌生的部队 看到这支部队穿着统一的政府军队所使用的军服 领头的将校手持着官军的旗帜 各个不同的部队各个不同的单位 其衣着战位将校士官和兵族都完全按照各自的各自应有的战位和定位进行 毫无疑问是真正的官军 山川军队入城的样子让人意识到 他手下的部队虽然来自各个不同镇台 但是在整个日本各个镇台使用的军号进行交流 沟通的旗语军事礼仪等等都得到了彻底和统一的贯彻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简明原则 简明原则的核心是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为此需要确立明确的目标 把一切的手续流程标准化统一化 这对于部队行动是不可或缺的 在参加评判的部队当中 有许多并非来自镇台 还有一些是屯田兵 这些屯田兵是从遥远的北海道前往九州 那么这些人呢 很多是来自于旧的士族武士阶级的志愿兵 然后他们以联维单位组成村庄进行开拓和训练 这些屯田兵也同样是由滬山学校出身的人来进行训练 当屯田兵和镇台兵一起组成队伍 加入战斗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完全一致 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违和感 对一系列操作手册执行规范的建立 对所有的兵员和相关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教育 保证统一组织和方针进行行动 这使得哪怕在国军还创立未久的明治十年的时候 在日本全国驻屯的镇台兵和屯田兵 集中在九州进行西南战争评判的时候 毫无任何混乱 各支部队能够进行整齐的统一行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日本重整军备之时 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 将来的国家军队建设 其出发点应该来自在战后培养年轻干部 如果没能有冲突的年轻干部 在未来就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 在昭和28年4月建立了保安大学校 之后改名为防卫大学校 那么当时的设想就是潜在的 为了未来重建军队培养军官 那么这也是来自历史的宝贵军事教育 在吉田的认知和脑海当中 他对于未来全新的日本国家军队的干部形象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对于过去旧时代 日本帝国时期 旧陆海军对政治垄断产生了巨大冲击 他认为正是旧军队对政治的垄断 导致了战前日本一系列痛苦的经验 对此进行反省的结论是 新的军队的干部养成 必须要拥有广阔的视野 充分的教养 那么他在小泉信三的推荐下 任命盛志雄作为初代防卫大学校长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大量原本驻战来日本的美军 被派往朝鲜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同盟军司令部决定在日本建立国家警察预备队 在1951年昭和26年4月底建立了4个国家警察预备队管区队 那么这些管区队的编制实际上和美国陆军的魔头化顾名师是基本完全相同的 从编制到装备都直接借用美军 警察预备队这支部队在最早建立的时候 让人想起了在木末维新时期的法国军事顾问团 警察预备的训练 完全使用来自美军的野外教本 也就是field menu 训练者全部由美国军队担任教官 由日本翻译来进行 在二战后这种再重整军备的模式 是一种在美军占领下特殊的政治情况下进行的公式 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迈克阿瑟所下来的命令 而并非源自任何正规的手续来进行 那么在这之后以美军为蓝本所建立的警察预备队 之后一步步的变为保安队和自卫队 而目前为止依旧并没有进入到吉田茂当初 所设想的建立新国家军队 这就是今天日本军事力量的现状 然后接着我们再往后读一篇 西南战争和军事电信 到明治六年的时候 在东京雄本之间开通了军事电信通信 这也是政府军得以压倒萨摩军的情报传达能力 在文章作者少年时期昭和30年前后 就差不多1960年前后 在当时一般的日本家庭是没有电话的 日常的联系日常的联络 主要是通过写信或者明信片来完成 紧急时间会使用电报来进行联系 在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能够满足通信需求 时间的流逝让人感到是非常缓慢的 时至今日距离西南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138年 今天的网络空间被称为第五战场 通信情报技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幅度进步 今天所有人都会通过互联网和世界各个角落 进行瞬间的联络和通信 网络攻击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用语 而是在日而变成了在日常当中广泛使用的一般用语 现代战争当中C4ISR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 那么具体是指指挥控制通信联络 计算机情报监视侦查 具体案例我们可以参考今天的美国陆军部队 美国陆军的斯崔克旅籍战斗部 旅籍战斗队是一个典型的21世纪部队 冰原4200人装备轮式装甲战斗车辆 斯崔克车辆各种变体311辆 其他车辆装备有665辆 全体部队完全乘车进行作战 全部车辆被连通到了网络当中 斯崔克旅籍战斗的设计目标 是能够在世界任何角落快速进行战略投放 部署和展开 在抵达当地的时候 就可以迅速连通保证整个部队处于一个网络当中 美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建立了大规模的以卫星通信为基础的通信设施 在全球规模内有相关的准备和规划 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实时的和在太空站当中的宇航员进行通话 以及使用便携式手机 无论在哪里都便携式设备 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轻松连通互联网 美国陆军这个斯推克旅集战斗队的模式就是为了保证 这样一种通信环境能够在野战环境下成为可能 在明治十年九州爆发的西南战争 是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把电报用于军事利用的初始 那么电报的使用方式不光是使用片甲名来进行文字传递 在当时就已经广泛使用暗号 今天回忆起来有大量我们现在所难以想象的电报的巧妙使用方法 在2014年2月3日全国报纸登载了在京都的一间老的仓库当中 发现了西南战争时期使用的暗号表 这里很好的揭露了日本在电报军事电报使用的黎明时期所做的一些事 那么这个发现的暗号表是来自王正复古的元勋 明治政府二号人物严仓巨士所使用的使用了两枚纸质的圆盘 那么大小圆盘两个相互应对能够有效的确定 每一个片甲名所对应的是另外的哪一个文字 以此来对暗号进行解读 当时延仓巨士最担心的问题是随着西乡龙盛的造反 在全国各地大量的不满的旧武士都会遥相呼应 那么这里就要谈到就是刚刚也说了 这个解散士族解散武士阶级 但是这些很多人在当年为了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政府是做了大贡献的 然后明治政府时期不少这些武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待遇 实际上刚刚我们谈到的镇台兵建立的一大目的是镇压各地草贼 草莽山贼等等这些很多实际上就是不满的武士阶级 盐仓有效的活用电报收集各地实际情况 尽可能的传播政府军前线作战的一些有力进展 以此来把其危险分子起义的呼应扼杀在摇篮中 自明治七年二月爆发左赫之乱以后之后的一系列事件 雄本神风源连之乱秋月之乱等等各种氏族叛乱此起彼伏 其中最大的是明治十年二月所爆发的 由萨摩旧武士叛乱所挑起的西南战争 政府担心一旦对此应对有所失误会导致全国各地的不满武士 纷纷崛起对抗政府 在全国各地的一系列潜在的不满武士阶级当中 最大的势力是来自大量旧幕府加成 那么担心这些人会援舱巨士 为了不让这些人加入叛军 昼夜奔走尽量防止他们能够联合 在明治维新之后十年 刚刚迈上现代国家道路的新政府 在面对快速崛起的萨摩叛军的时候 决定从全国各地铸屯的镇台兵进行动员 把他们集中在九州地区镇压叛乱 为了对这些部队进行统一指挥 政府采取了什么策略呢 指挥的命脉在于通信 对于部队的指挥协调情报以及联络 保证这些通信是不可欠缺的要素 在军事的事例当中 有指挥就是通信这样一个说法 对于通信的保障是高度重视的 自明治维新以来 急速发展的有限电报系统 对西南战争时期政府军的胜利 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在当时已经整备完毕的干线通信网 保证了从中央政府到出征部队到一线部队 能够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 和政府军相比之下 萨摩叛军的通信组织的模式 相比日本战国时期一步也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进步 在这一领域处于致命的下方 在当时还没有像今天一样的无线电通信 或者像电话这样的机器 当时最先进的通信手段是有线通信 有线通信在过去是以各种模式的传令 传令的话其通信速度受制于人 马匹和船只的通信速度 在明治7年2月左鹤之乱爆发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电报 从福岡所发出的电报 到东京仅仅只用了30分钟 其内容非常简单 在昨夜位于雄本的镇台兵和左鹤县的奸贼之间发生了战斗 按照过去使用人马船进行传令的话 需要4到5天才能够传达到位 而电报却只需要30分钟 使用电报的最大优势 在于这种几乎能够在实时情况下传送情报 然后接收方能够快速的获得情报 判明情报背后的意义 并且马上的下达相关的指示 明治10年1877年2月18日 上午9点45分 福岡县所发出的电报 快速抵达了当时位于京都的内务卿 大九保利通手中 暗号电报解读为 萨摩军大约有2000人 在昨天17日抵达了雄本县卢北郡水渝电报结束 在当时干线通信网已经有效的延伸到了雄本 从福岗从雄本接收电报 然后立刻向京都报告 那么当时的正 当时正 这应该是 第二天19日早上9点 京都局 京都局向雄本局发信 雄本局收信 信件电报来自三条石美太镇大臣 下达了指示为 陆尔岛县的暴徒 携带兵器进行叛乱 显示出了明显的反 显示出明显反叛迹象 本日开始进行征伐 2月19日 政府方面 这政府方面确认了萨摩叛军的 萨摩叛军举兵 此时天皇正在位于京都 在京都设立的前进大北营 把讨伐司令部设置在福岗 负责征讨总指挥 由有西川公知人亲王进行指挥 由山县有鹏 川村纯役 两位中将 分别作为陆海军征讨参军提供辅堵 2月19日 政府发布征讨诏诏书的同时 停止了全国地区 私人使用的 私人使用电报相关通信 在当时预计萨摩叛军会进攻雄本 在雄本城外 把雄本分局 转移到了 位于雄本城内的雄本镇台当中 在1837年 美国的摩尔斯完成了首次实用的电报通信 在克里米亚战争 1853到56年就已经作为军事通信当中 大量使用电报 南北战争自不用说 通信同样大量使用了电报 日本的电报发展 其轨迹大约如下 最早日本所获得电报机的契机是1854年 12月25日在东京和横滨之间就已经能够进行一般电报来往 明治4年11月从东京到长崎的相关电报通信公示开始 在明治6年4月从东京到长崎总长1430公里的电报通信正式开通 明治8年3月电信从左赫出发 通过九流米抵达雄本 3月20日 看3月20日雄本分局 雄本电报分局正式开办 7月1日九流米分局正式开办 在西南战争爆发的两年之前 九州最重要的雄本就已经能够有效的通过干线通信网 接入了全日本的电报通信网当中 当时的电报通信由公布省后来的地信省管辖 那么这个应该中文翻译是翻译成什么来着 稍等我看一下 这两个应该是翻译成 对当时之前是工程部 后来是邮电部管辖 但是军队为了自身使用 军队为了自身使用 建立了专门的军事电报系统 主要供屡级别以上单位使用 在西南战争时期 由工程部架设的干线通信网 和军事专用电信通信网紧密的进行联络 最紧密的进行协调 最大限度的发挥了电报的作用 在西南战争开战以后 位于九州的电报通信网络线 就随着战线的移动一直向南延伸 由工程部所管辖的部分 在八月十日抵达了路尔岛 那么这一个干线作为之后的 征讨讨伐大本营中心 也使用这一个来自工程部的电信系统 另外一方面 军事专用电信方面 从三月十六日开始 从大本营所在的船位 然后一直架线抵达了高赖 后来抵达了山路 随着作战的进行 军事专用电信 电报通信网也在进行延伸 并且之后诞生了专门的陆军通信队 九月三日一共修建了超过九十公里长的 专用军事电报电信网络 这种有线电报通信的技术特征之一是 所有人都能够对其进行窃听 那么理论上 如果叛军 如果叛军进行窃听 走漏了情报 会对政府军队作战带来严重的障碍 那么在长田顺行所写的 西南之战和暗号当中 有一段讨论这个问题 他表示 即便萨摩军拥有解读政府军电报和暗号的能力 他们可能也会认为 秘密偷看他人的书信 是卑鄙的行为 洁身自好 不屑为之 另外 他们也不愿意 他们自身极高的自尊心 也不允许他们利用电报的情报 去袭击镇台兵的后方 夺取他们的兵粮 因为他们认为 这些镇台兵实际上也只是被政府征兵的百姓而已 那么 就是长田顺行的这一个 他本人应该是海军出身 他所写的这一段 这是作者 这是作者的感慨啊 他所写的这一段很有日本人的风格 但是 但是理论上 就算不进行窃听 萨军也有可能试图切断政府军的电报线 以此来断绝政府军联络 使其指挥产生问题 政府军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为了防止窃听 广泛使用暗号 同时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保护电报线路 在今天 熊本市立博物馆和熊本县立图书馆都保留了西南战争当时的电报 那么现在还能够看到当时电报纸质 当时的电报纸其中一部分就在熊本城进行展示 让人能够想象到当年战争的气息 在西南战争当时 在日本本州四国九州全域都已经存在了游递系统 这些游递系统平均的运送速度是一小时一公里 除此之外在横滨 长崎 韩馆 神户 新泄等主要港湾都市 还设立了专门的游递船可以使用 政府军最大限度的利用了电报 邮政 飞信 邮递船等手段 以此来保证信息 情报得以快速传递 而另外一方面 萨军的通信手段却仅限于游递这一个渠道 因此他们难以掌握整体局面 并制定战略 在明治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十五分 乃木中佐从熊本局拍发电报 向军团本部进行通报 昨日攻打官军成山 在八点钟进行作战 西乡 同野 村田 边界 别府 池上等人 叛军的首脑均已死亡 当地完全平定 好了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一段因为有些用语方面的 然后我差不多算是直接用日语翻译过来的 所以可能后面这段线翻稍微没有那么流畅 但是我感觉大概的表意应该都已经表达到位了 今天的读书比较长 那么基本上就这样了 这本书还剩最后一个部分是西南战争 那么西南战争我们争取在下一次读书的时候一次性读完 大家如果对这一类军事历史读书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小河通 二维码放在左上角 那么一年的年度会员是365元 相当于每天一元 像这些读书的内容 还有一些有价值的报告 比如说前段时间刚读的 来自美国智库 兰德公司的关于美国在乌克兰 未来乌克兰战场上 美国的政策发展方向 以及建议在前两天读了 然后也已经上传小河通了 如果对这类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 也感谢各位已经订阅小河通的观众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读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重新把弹幕打开 然后今天就是不好意思 今天之所以本身开播比较晚 也是因为之前准备读书的部分 准备时间比较长 好的确认一下 现在能听到吗 是的 这篇就反映了刚刚 刚刚讨论的就是 关于清朝末期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清朝各个练兵单位的 很多编制标准训练手法 是不统一的 建立了一系列零星的军事学院 包括西式军事学院 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 从上到下的 关于采用什么标准 使用什么制度 这些是不存在的 感谢阿库马0000 开通建长 好的 谢谢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里也体现了传销好掉头的问题 就是日本能够统一这方面 军事教育的原因之一 也是相对来说 摊子没那么大 好管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日本上层对于军事 现代化建设和统一 对于这件事的重要性和 急迫性的认知 确实是比清廷强很多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11点38了 我想想 今天把重要的想读书的部分也读完了 然后今天就这样 我们可以之后的话 可能稍微打会儿游戏 继续上一次想要进行的挑战 就是卧龙零级通关 因为我也有点累了 就打会儿游戏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吧 我说实话好吧 我也不装说实话 之所以要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需要攒点素材 那个卧龙的BOSS战指南 我之前反正都自己打自己录 但是花的时间确实有点多 所以现在想着反正就是 到时候也要做 也要解释 也要琢磨 干脆就直播 我们一边挑战零级通关 一边来 一边来进行研究和录素材 来来来 好准备开始吧 上回打到三点半 坑了两拨人 回建组 建回组吧 古干城 哪一个古干城 你说这人物好像不是很熟 好的来 稍等 我改一下直播间的名字 西南人说手熊本的那位 是吧 西南战争也是很神奇 就是一堆一堆萨摩藩的人 都是觉得 我为天皇流过血 我是岛木大忠臣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我就是 政府军因为打近战 不是很打得赢 把警示厅拔刀队调过去 然后警示厅里面 一帮人是会金藩的人 是过去旧会金藩的人 然后这帮人貌似是高喊 要抱鸟与福建的仇 反正西南战争 那个画风也确实很磨坏 叫你们萨摩人当初恨 现在轮到我们了 现在轮到惠金男儿过来砍 古干城是屠左人 他过去是屠左哪一派的人 那确实理论上有可能有理由 去杀版本龙马 来开稿 搞起 干起